四种说法 怎么叫四说法呢 四说法第一就是布施 布施说 布施就是有财斯法斯无畏斯 有钱拿出来做布施 懂得佛法给人讲说佛法就做布施 或者有人有惊慌恐怖了 你能保护着他 你能安慰他 令他不恐怖 这是一种无畏斯 但是你做这种种的斯 不要自己有一种贪心 有一种怀抱的心 不要我现在做这个布施 我将来得到多少多少好处 不要有这种心 做着做了就忘了他 就没有了 就三轮体空 也没有一个斯者 也没有受者 中间也没有一个能斯所斯 能受所受 都没有了 三轮体空 做完了 我做这个布施就是我应该做的 不要想啊 我最后做了功德了 我这个功德将来啊 发芽结果 那我得的果报可就大了 不要存这个心 要啊 无心布施 说法也是这样 你给人说法 不要存 啊 我给人说法 这回我可有了功德了 我这功德可大了 啊 谁都应该供养我了 不要有这个心 有无畏斯 这个 凡是你做布施啊 不应该为自己的利益来做着想 不要说啊 将来对我有什么利益 我才布施 对我没有利益 我就不干了 不是这样 这是布施 爱与 这个菩萨对人 啊 好像佛的时候赞叹恶难 说善哉 善哉 啊 菩萨赞叹人 说啊 你真是goodbye 你真是好孩子 啊 真是个好孩子 啊 你呀 啊 这么样聪明 你真是呀 有善根的 善哉 就是爱与 故事爱与 利恨 利恨啊 就是他做什么 你要对他有利益 对对别人有利益 不是对自己有利益 同事 同事啊 就是他做什么 你也做什么 比如这个菩萨 看见这个 他要度这个淫女人 这个妓女 这个妓女啊 他很有善根 他现在根据成熟了 啊 应该度 好像这个本经的摩登妾女 摩登妾女过去啊 就是个做淫女的 做妓女的 啊 但是他根据成熟了 所以啊 恶男 他见着一堆恶男 恶男回到奇数基督的园 他也就 就追去了 追去了 我一给他讲话 啊 他就 正了三国 俄罗汉 啊 那么以后又正了四国 所以啊 这个就是淫女 那么淫女 这个菩萨也去变这个淫女 去度淫女去 因为和她是同类啊 朋友啊 大家讲话的相信 啊 好像在大学的一般同学的 啊你说 我 我 欢喜幸福啊 这佛法是最 最妙的了 现在啊 我研究什么什么经典 这个同学已经说 那么我也去了 我也想研究研究 大家都一起来研究 愣人经历了 嗯 一样的吗 嗯 这就是啊 你其中不知道哪一个是菩萨 哪一个是罗汉 但是你自己可不要告诉门的 我说门 先告诉门吧 你自己不要说 哦 我是菩萨 你们大家要听我的话 啊 因为什么 佛不许可的 这叫啊 布施 爱与 利恨 同事 这四遮法 这叫四遮法 啊 与其同事 和他在一起 同事 一起做做事 啊 同共做事 称赞 合乘 可是啊 做事是做事啊 但是在这做事里头 预机会呀 就讲佛法给他听 佛法 真是啊 哎 太好了 这佛 佛法呀 太没有比较了 令其身心 有三魔力 用他的一听啊 啊 就好像 就好像要吃糖 那么那么样子 呃 有 有瘾了 就好像这个 预言三 啊 这样子我就 啊 给他摸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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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这个佛法就比方是糖一样的 你令你同事啊 啊 想说我吃一块 哦 吃一块 再吃一块 那再给我讲一点 你再给我讲一点 嗯 就这样子 然后讲到这儿呢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公案 在以前呢 中国有个杜顺和尚 杜顺 他的名字叫杜顺 他呢 收了一个徒弟 这个徒弟呀 跟着他小佛法 修了十几年了 他有的时候也讲经说法 有的时候也叫人打坐 参残 有的时候啊 叫人念佛 用种种的方法来教化众僧 他这个出家的徒弟呀 跟着他十多年了 天天呢 他对师父的行为呀 很注意 看看这个师父倒是个什么 啊 倒是不是菩萨 是俄罗汉啊 或者是佛啊 就注意观察 观察这个师父 跟着师父 小佛法 小十多年 教的这个师父啊 这个杜顺和尚 平平无奇的 人家吃饭 他也吃饭 人家穿衣服 他也穿衣服 人家啊 睡觉 他也睡觉 和一般人没有分别 这和当大药 不是佛了 也不是菩萨 也不是罗汉 与人没有分别嘛 于是乎啊 就和他师父告假 说要走了 干什么去呢 就到这个 要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去 要去拜文殊菩萨 求文殊菩萨给他开智慧 想要开悟 向他师父告假啊 就是辞行啊 这师父我要 我在这儿 小了这么多年 我晓得啊 也没有晓得什么东西 什么也不明白 我现在要去拜拜文殊菩萨 我自己很愚痴的 想要开一点智慧 他师父说 好你要去朝山 这是应该的 你去了 但是我有两封信 你给我带着 带着交给两个人 这两封信呢 一封信就交给这个 猪老母 一封信呢 就交给清娘祖 这我以前讲过 讲过不过有没有听着的 再给人家再讲多一次 那么 就投一封信 就投给这个 顺便顺路 就投给清娘祖 当然一打听 这个清娘祖是个干什么呢 就是个淫女 就是一个妓女 这个清娘祖是个妓女 当然会说话了 这个徒弟 我的师父怎么和这个妓女 还有来往 是不是他的情人 就叫我给烧信了 就给这个 说我师父 杜顺和尚 有一封信 交给你 这个清娘祖说 哦 杜顺和尚有一封信 你给我 那好 我看一看 拿过 拿过的信 一看 看完了信 坐在那个地方就死了 说好了 他走了 坐在那个地方就死了 人家 就是入涅槃了 清娘祖走了 奇怪 怎么他看完这个信 原来这个清娘祖是谁 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张就说 观音 我现在呀 事情完了 我要走了 你也跟着我走了 这个清娘祖 所以就 呼你了 啊 他说我要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 我跪着我走了 他面前就不起身呢 不等他死 入涅槃 你说我求他 叫我开智慧 叫我开悟 这多好呢 啊 可惜错过机会了 这叫当面错过 交备失职 啊 对面错过了 这所谓对面不认识观世音 对面不认识观世音 这当面错过了 啊 还拿着第二封信 去给诸老母送去 到那个地方啊 地址一打开诸老母 没人知道 完了 走到一家的猪圈呢 这个 有一个母猪在这 讲了话了 说你找诸老母叫什么 他一看 哇 这是个什么怪物啊 啊 所以 我找诸老母 我师父叫我 有一封信 交给诸老母 这个 猪啊 啊 那我就是诸老母了 你就交给我好了 啊 这个信交给这个 这个诸老母 诸老母 也好像识字不识字 怎么念 一看完了这个信 也就做这个地方 就圆去了 也做这个地方 就死了 说啊 他的事情完了 我也回去了 说 说杜孙和尚的事情 做完了 我现在也回去了 啊 完了 他拿着那个蓬心 一看 这个 这个诸老母 原来就是 普贤菩萨的化身 普贤菩萨化身 做的 是一个母猪 啊 他说 啊 这普贤菩萨 来做猪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自己还怀疑呢 他也不知道 他师父事情办完了 怎么样呢 于是 然后就去 抄五台山 啊 见着一个 很老的 年纪老的 一个老和尚 说你来干什么 他说 我来拜 文蜀菩萨 嗯 我要求文蜀菩萨 帮我开智慧 令我开悟 啊 文蜀菩萨 是大智慧 大智文蜀 实力菩萨 我 现在想求他 开我智慧 啊 这个老红说 哦 你啊 你拜文蜀菩萨 文蜀菩萨 你拜你师父 比拜文蜀菩萨 也一样 他说 为什么呢 你师父 度身和尚啊 就是 文蜀菩萨 将士 他在 到这儿 游戏人间呢 来教化众生 你拜他 说师父 跟他十多年 你怎么还 一点都不知道呢 哼 我师父 想温手托 我看得不像 我一回头 这个老和尚 没有了 啊